第三点 耶和华必大大的赏赐你 耶和华叫亚伯兰 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必大大赏赐你 在惧怕中的亚伯兰 最需要的是 平安 我相信这也是你的祈求 在你害怕时 给你心里有平安 有人说一条蛇可能不会咬死你 但是对蛇的恐惧可能会让你致命 有一个宣教师到非洲去宣教 有一次他要去一个村庄 到这村庄去必须要经过一个森林 森林有一条很小的路 这是必经的小路 当他走的时候 走到一半 发现路中有一条很大的蛇盘在路中间 他吓了一跳 心想怎么办 总不能因为一条蛇就回头吧 就拿起了一块大石头 鼓起勇气的要过去 如果蛇咬他 他就拿石头砸他 但当他拿着石头勇敢地走过去 预备好拿石头要打蛇的时候 发现蛇的头早就被打碎了 头是被压在巨石底下 只是身体露了出来 信靠耶和华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要知道蛇的头已经被打碎 你要克服的是你心里的障碍 拿出勇气 跨过蛇的身体 继续往前行 彼得前书五章第八到第九节 说你们要紧手 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 好像哄叫的狮子走来走去 寻找可以吞刺的人 你们要用坚强的信心抵挡他 让我们拿起自己信心的盾牌 与上帝同行 让上帝把平安赐给你 美国作家爱莫生说 勿将生命消耗于怀疑 你惧怕之中 你一旦有了怀疑 你就是把机会给了那哄叫的狮子 它很容易的就会把你吞刺掉 你有没有听过大人这样的教导 当你看到狗的时候 若你跑狗就会追你 但是若你镇定的走过去 那只狗就不会攻击你 有了上头来的平安 魔鬼没有机会吞刺你 对于赏赐 我有一个叫严肃的提醒 那就是岳伯说的 赏赐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对于失去或是失望 最好的回应是赞美 我们得有这个认知 要记住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 你的财产 你的家族和朋友 健康和能力 你的时间 都是创造主赐的礼物 对于这些祝福 不要觉得都是自己应该有的 应当有的 而是要感恩来回应 若有一天上帝把这些东西 从你的身上 或从你的身边取走 不是上帝不爱你了 而是上帝不愿意你 从祂的手中离开 赏赐是神的恩典 收取是上帝的美意 让我来做个总结 人民网健康卫生频道的一个报导提出 现代医学发现 人类有90%的疾病 以心理的压力状态相关 因为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奖者 在总结长寿之道的时候指出 人要活百岁 合理善食所占的份额 大概是25% 其他占25% 而心理平衡的作用占了50% 可见心理健康对身体健康的重要价值 而心理平衡又以心理压力直接相关 明智的人懂得以压力为伴 以它共补 一般上感觉到压力是因为对这个项目不熟悉 例如大家开始使用Zoom的时候会感到压力 因为还没有能掌握是如何操作 还有大家都不习惯在荧幕前说话 可是一旦你适应了之后 Zoom就像打电话一样的简单 现在很多人都不害怕Zoom了 适度的压力使你发挥潜能 突破自我 很多时候在时间经济健康能力 资历上受到威胁时 人们就会感到身心紧张 在自己的安全区受到威胁的时候 本能就会发出危险的静号 表现出恐惧的状态 亚伯拉罕胜利的打仗回来 感觉到惧怕 耶稣亚借过摩西的棒子 要带以色列人过越旦河之前 感到惧怕 彼得因为看到耶稣被抓 感到自己的安全感受威胁 在恐惧中三次不认主 我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腰部 什么时候会攻击我 把我瘫痪 这也使我感到非常的害怕 与其叫人不要给你压力 不如说 你不要被动的去接受压力 你感到压力是因为 你觉得自己应付不来 那你要不要考虑 加强自己的应对能力 去接受挑战呢 就如你害怕被流感传染 就不出门 更明智的做法是不是 加强自己的免疫力 以感冒的人保持距离 然后戴口罩 你觉得钢琴 Piano 会说你在打它的时候 它会感到压力吗 不会的 因为悬安装在瘦板上的时候呢 这瘦板上就需要承受 大约18吨的压力 18吨的张力 而就是因为有了这种的压力 钢琴才能弹出美妙的声音 所以当你感到压力时 先自我审查 求主帮助你 让你找到应该提升和调整的方面 压力也有正面的影响力 很多时候当你回头一看 你就会察觉到 当时的压力激励了你 改变了你 因为压力就是动力 当我们管理好自己 有适当的运动 健康的饮食习惯 加上良好的沟通 与人际关系时 我们是会有能力 应付一般生活上的挑战 在你专业的技术上 也要常常自我提升 定期的参加一些的课程 来自我增值 灵命方面 不要被动的在主日崇拜时 才开口敬拜祷告 平时多亲近主 自己要读经祷告 让自己紧紧的以葡萄树连结 还有要过团契生活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因着耶稣的宝血 我们成为一家人 所以我们要像 我们要活得像一家人 常常彼此的鼓励 我们对彼此的灵命 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有义务去提醒对方 做一个弟兄的好守望者 弟兄姐妹 耶和华是你周围的盾牌 是你的荣耀 是使你抬起头来的上帝 在遇到 不在我们范围内的事情发生时 我们要有信心依靠上帝 因为我们晓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预助 今天耶和华要对你说 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必大大的赏赐 最后让我来为你祷告 主啊 我们不惧怕 因为你是我们的盾牌 你必大大的赏赐我们 主啊 在你里面有平安 有喜乐 当我们藏在你盾牌背后时 有安全 有稳妥 主我们向你祈求 求你大大的赏赐 以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而这生命将成为一个蒙福 而成为祝福的生命 主啊 我把弟兄姐妹交托在主你手中 求主你赐福保守教会和个人 在来临一年的计划里面 有主你的盾牌 在我们的前面 让我们去面对挑战 我们不惧怕 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 主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耶稣基督的圣名 海洋去水呢 耶和花是我无踪 比不自缺乏 有耶和花做我尽情 比全然得胜 耶和花做我尽微的短牌 是我的荣耀 有时教我抬起头一生 一宿虽然又哭泣 造成我们比恍惚 是我的本事 我的帮助 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